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一加一 四川成都醉酒驾车导致四死一伤的孙元明 在7月23日是一审被判处了死刑 今天四川高宴进行了二审的宣判 孙元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孙元明由生到死 由死到生 可以说这个事件也是一波三折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宣判的情况 三国人原审被告人 孙伟丁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队 判处无期徒刑 拨夺政治权利重判 本判决为终身判决 而将被告人赴予之家属于人西亚国 我还可以接受 接受吗 我能接受 我在判决之前我也说过 主要罪名没变 然后就是在判罚上面没有很大的那种出入的话 我想我应该就可以接受 任何结果我们都能接受 我们当时的愿望就是希望能 刘苏孙伟明他的性命 因为对他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他父亲 他父亲为了救他的儿子中日奔波 以至于现在整个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 可能现在自己可能命都不拔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同情的 二审宣判后 孙伟明的父亲孙林 从成都家中打来的电话里 知道了宣判结果 判得过重 我不服 当然是大人份出的事 二十三个人 照样是无证 赔了三万块钱 一个人赔一万块钱 我想审诉 我现在团的地方 我如何审诉 熟悉这一案件的公众都知道 孙伟明案因其情节特别恶劣 后果特别严重 自案发之后就引起了社会恶界的广泛关注 包括各方对于被告人量刑的讨论 在一审时 被告人孙伟明因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么这次二审无期徒刑的改判结果 又有着怎样的法律依据呢 对于被告人这个积极 尽其所能赔偿被害人 经济损失这个情节呢 我们认为呢 这个是反应 也表现出被告人 毁罪的这么一种愿望 和实际的一种表现 对于这种 这一个情节呢 不是我们改判 对被告人进行改判的主要原因 它只是一个昨天情节 改判的真正原因呢 还是这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以及它对社会的危害 同样是在今天 最高人民法院还宣布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查明 被告人李景璇驾车肇事后 不顾伤者及劝阻他的众多村民的安危 继续驾车行驶 致两人死亡 不顾伤者及柔道理